硬钓夹 check 延伤杆 check 鼎力 check OK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如何组建一个多功能的拍摄台 自拍 俯拍 平视拍摄 全部一架搞定 大家好 我是Chiles 一个有点咸心的北京老炮 本期的配件较为的零碎 也不是平常我们经常能够接触到的 所以还建议您先收藏 便后续购买时候进行参考 下面我们开始吧 计划代号 E挑拆 那做这个拍摄台的出发点 其实就是每次我要在录制节目的之前 总是要先摆到半天 脚架的高度 灯光的位置 甚至是整个相机的角度 那我就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我每次放上去 不用做太多的调整 可以直接开录的 之前在B站关注了一位叫做 苍老师不幸苍杂不足 他呢做了一期这样的内容 在 这块 对 大家可以去观摩一下 应该是成本非常低的解决方案了 那在他的基础上呢 我结合了皮哥 Makeup DSLR等YouTuber的方案 制作了一个老炮版本的一条柴1.0方案 主要实现了三变功能 ARO的录制 讲解型的俯拍 BRO的平时拍摄 同时呢 这个方案还支持快速的切换 多机位 协同作战 无论是单机位的拍摄切换 还是多机位的操作 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那先说一下一条柴的基础股价吧 它是一个C型架 这版本啊 您在淘宝上一搜一大堆 大概三百块钱左右 有的下面呢 还能再配个轮子 方便您来回来去进行移动 由于我不太需要 我就没有配置滑轮 那么请根据您具体的情况进行选择 先从灯光的头部说起 由于我还是想追求一些角度的阴影 并且呢 一条柴还要用来拍摄BRO 所以我就保留了C型架上方的横杆 方便调整灯光的角度 如果您只是用来拍摄ARO 或者您并没有那么在乎的话 可以直接把灯光固定在顶端就可以了 那灯光我用的是南光的 Floza 60B 比较的轻巧 价格呢也不算贵 配上一个柔光照 平常的拍摄基本上就都够用了 沿着灯光下来就是第一个俯拍的机位了 是由一个银爪夹和一个六角形的延长杆组成的 就是这玩意儿 那银爪夹呢非常的普遍 几十块钱和一百多块钱都有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我都买了 您呀就别再花这个冤枉钱了 真的 反正都是这个固定住之后就跟那儿落灰的玩意儿 谁也不会天天拿在手里去盘他 对吧 随便买个几十块钱的够用就行了 六角夹的延长杆呢就很有意思了 那一头呢是这个六角的 可以卡在银爪夹里面 另外一头呢是类似于烟斗 只不过啊它上下都通着 一般还会附送一个鼎立 对了 这玩意儿叫做鼎立啊 方便各位去淘宝搜索一下 这个鼎立的一头呢是四分之一接口的 另外一头呢是八分之三接口的 先重点提醒一下这玩意儿的价格啊 淘宝上有一家三十八块钱就能搞定了 另外一家一百多 我都是了 三十八块钱这个啊 能撑住我的相机吐龙 那由于这是架设登具的器材 只要您领紧啊 安个五公斤以内妥妥的 您作为参考就甭在花里冤枉钱了 鼎立的上方呢 我安装了一个阳松工厂的小型云台 其实啊您真的用哪个云台都可以 只要能够保证固定住好调节就行了 对着下风的桌子稍微调整一下角度固定好 在云台上面呢 我还装了一个F38的快拆底座 这个是保证快速切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您也想实现类似这样的效果 请至少买个一拖二的 那我建议是买一拖三的 而我自己大概可能买了一个一拖八的 在这个顶地的下方呢 我还配置了一个 三分之三转四分之一的接口 同样连接了一个F38的快拆底座 那安装了一个小型的坚持器 用于观看我平常的A-ROW的录制 如果录制B-ROW的时候呢 您也可以直接翻过来使用 就不用老盯着这个相机上的小屏幕了 看到这儿 如果您觉得还不错的话 能不能给点个赞转发一下 那有什么不解的呢 也请在留言里边随便问 我看到了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答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后半部分 下方呢 是用来支撑平式水平角度拍摄的这个机器 以及录制A-ROW时候用的提字器了 跟上面的设备是一样的 还是一套基础的阴料夹加上六角形的延长杆 头部的位置呢 连接了海星的快拆底座 那说到这儿啊 我还想提一句 可能由于我对快拆这件事儿 天生就有着执着 不论是我之前介绍过的油卵子的快拆 还是海星的快拆 都能够让我快速的 把设备在不同的 把相机在不同的设备之间进行切换 那我实在是讨厌那种拧来拧去的环节 那听说制品新出了一个左轮快拆 回头我买过来试一试 再跟大家汇报 这个上面啊 我会选择两个云台 第一个呢 是我之前买的印记的K5 主要呢 就是服务于相机和提字器的组合了 另外一个呢 还是这个洋葱工厂的低动心的球形云台 主要是用来拍摄避露的时候使用 能够保证稳定性的同时呢 还能够比较好比较方便的进行前后左右的调节 那我将海星快拆的底座呢 安装在了脚架上 如果要同时使用这个一条柴和脚架进行拍摄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拧起来装上去 快速的节省了时间 也不用再有费劲的旋转的过程了 至此 一条柴1.0的拍摄工作 基本上就算是完工了 那考虑到稳定性呢 还想给大家安理一个配件 就是这玩意儿 橙色配重 其实它的作用真的跟沙袋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放在底部或者杆的另外一侧平衡重量 选择它呢 第一纯属因为颜值好看 另外一个就是拧上去 方便快捷 这玩意儿真的不是直观重要的 至于是否选购 我就是给您提个醒 前两天呢 又被种草了森海的416和路基 卡特里的夹子呢 已经卖好了 就等设备到货了 回头啊 再跟大家补上 增加了麦克风的 拍摄价2.0版本 以上的这堆配件呢 我会写在诊戒里 方便您进行查询 那希望这套装置 能够对您的拍摄 有一点点的启发和帮助 也希望您能够补定给点个赞 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打赏 大家好 我是Charles 一个闲心的北京老炮 咱们一起学习 下期见